曹德旺突袭公司餐厅 曹德旺指着地上的馒头包子说 这是谁干的 曹德旺有一天来公司比较早 想着去食堂吃个早餐 当他走进食堂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脸色大变 满地的馒头皮 包子现 桌子上没喝完的粥 牛奶随处可见 曹德旺同心不已 怎么能如此浪费粮食 曹德旺顿时没了食欲 找来负责后勤的主管 当场质问原因 管食堂的一个小主管 见到曹德旺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支支吾吾的半天也说不清楚 这是一个胆大的员工 向曹总解释道 曹总不是我们不想吃 这些馒头都是昨天剩下的 外面的皮都是硬的 没法吃 曹德旺接过一个馒头 馒头皮硬的各手 这些馒头扔掉可惜 让员工吃他也于心不忍 曹德旺话也没说 就离开了食堂 回到办公室后 曹德旺找来后勤部的负责人 了解情况后才知道 食堂的人手不够 如果早上蒸馒头根本来不及 只好前一天多蒸 早上就热点剩馒头吃 曹德旺听完后勤负责人的话 当即发火 简直是胡闹 员工怎么能吃剩下的馒头 这和浪费粮食有什么区别 在曹德旺看来 公司的利益都是员工努力付出得来的 再苦也不能让员工饿肚子 在随后的一次领导层级大会上 曹德旺宣布 增加食堂后勤保障能力 不仅要让员工吃饱饭 还要吃好饭 同时也对员工提出要求 自己吃多少就打多少 推行光盘行动 为了改善员工伙食 同时监督员工能主动光盘 当年服药的后勤保障费用 增加了一百多万 员工们是吃好吗 公司多出来的开支谁来承担 有股东找到曹德旺 认为公司给员工提供工作餐 已经是人质易尽 没必要在伙食上多花这么多钱 曹德旺却不这么认为 如果没有这些员工的努力工作 就没有今天的服药 于是曹德旺自己掏钱 给员工改上伙食 这件事发生在1989年 三十多年前的一百多万 可不是小数目 曹德旺不仅对员工豁达 也经常用自己的钱向外捐款 紧紧延远地在做事情 追求的完全不是钱 那这句话讲出来 很多人骂我 我不大利润那么高 工资公告出来 一不找事二不逃税 没有接受政府补贴 而且坚持每年现金混合 我觉得您提到的就是这个佛学 都是是比较清心寡欲的 但是他做企业商人是逐利的 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矛盾吗 没有矛盾 而且必须做到 我总结了我的经验 第一个智慧 文化智慧 中国话经常讲功德 应该讲先得后功 不是功应该排在后面 都排在前面 德功那时候不好 就跨一下一盒 你洗澡 于是当所有的学生都放学回家后 曹德旺悄悄悄地留在了学校 这时候 批评他的那个老师 向厕所方向走去 他换吃完了 一换一边找边挖牙齿 那个 知道吗 找到厕所里面去 木了一块石头是想去找他 这个厕所 那个厕所 杨杨厕所是这样的 一排一排一排 这一个坑位一个坑位 这后面一个坑位 他在这里蹲下去 我从这个后面老过来 没有钱拍不起 炸一个窟窿才完蛋 我也只要站这边 把窟袋卸开了 窟窿跳上去 炸在窟窿 就要跳上那个 对于曹德旺突然的这一举动 老师非常的震惊和恼怒 我相信他没有产品 我跟当初的总经理讲 要注意这个人 这个人我回忆他 说他不干净 我建一个十分的餐厅 预算是一百万美金 四个月完成 他花了八个月时间 跟我花了三百多万 还没做完 一个餐厅 那他又跟你解释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没有解释 为什么就要证据排在那个地方 一个九十客用五百块股股呢 你看看吗 我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你接受他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拿人家回头 这样做吗 你知道吗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当地周三郡的一个客员 我敢开除他 而且这一次新法社区拆完他周三郡的 周三郡的计划都没有 你说是什么人 因此你不去留学这些东西 几乎要吵得万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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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骗得万骗得万骗得万骗 万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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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骗 所以卖几千块钱 我用中国的技术做的做精品 那时候能工价格又分盈 我只要花几十块钱做的 也卖他三两千块 你就现在去做海诺英的生意 毛利率还没有那么高 这个是这样做的 您这一笔赚了多少人 那做起来呢 那时候赚不多 那时候前一年赚一千来万钱 一千来万 这比王建林的小目标也少不了多少呀 我很自律 我做到国家很困难 需要再投资他招商 因此我是赚多少钱 赚多少钱赚多少钱赚多少钱 后来国家帮我拿去 地方帮我拿去做上市的试点 不要股票为什么会显受尊重呢 我从九亿年发言股票到今天 从资本市场拿回的钱 不足七亿人民币 在谈到您的时候 都会对您竖大拇指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觉得您孩子教育的特别好 包括现在您的二代也都开始接班了 都在服药玻璃里面在做服务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他们身上没有大家传统概念上 觉得富二代该有的各种的这种奢侈浪费 反而觉得他们是非常的勤恳 非常的踏实 也非常的专业 您在教育孩子方面 有没有什么可跟大家分享的好的经验呢 这个作为父亲来说呢 应该要在孩子面前实行的最有效的就是 言行身价 你做任何事情不要在孩子面前写的好像 你留背一样的 这个留得不得了 那他看我爸那么留我的 他大留我的 李嘉诚呢 一篇报道说 李嘉诚原来是腾讯的大股东 就是因为抗抗中国以后 开始请你把中国东西拿去买 也把等级的股票拿去卖掉 损失了一千多亿美金 就这样一下它不能成为成就少 那这个是写的教训 就是很多钱 算过吗 大概能多少钱 百百亿总有吧 还有百百亿呢 虽然我捐了百百亿 还有百百亿 就足够了 什么时候还忘了 我不是为了学习 也不是为了享受 95年移民美国 拿了美国人的绿卡 到05年我发现 胡耀两个字 将会是中国汽车玻璃的代名词 这时候我跟美国人讲 我把绿卡发给你 不要 全家撤住一个都不能留 我三个孩子老婆全部撤回去 他们没意见吗 有意见 留在这里不能继承我的财查 你跟他们这么讲 对 有一次我隔壁公司 有一个老板在文久饭店请客 吃完我还在吃饭 他吃完了 跑过来很难败 跟我讲 超纵不好意思 你今天晚上在这里 不好意思 请你帮忙一下 我帮什么 他说我带了一张支票 来签单 支票写作了 晚上这个小姐碰到网路上 那我说没问题 是不是接我给你 对对对对 我赶快休息 过来 这个账转到我这个座上面来 我帮他签他这个人是跟我邻居 他回去他跟我讲明天送过来 还给我 结果他 我跟他讲不要还 我进入公司站了 因为我在这里有签单会同 第一周他是没有拿过来还 过了第二周的时候呢 他的秘书拿了一千三百块钱到我公司来还给我 人在座面上 我说不要还人在座面上就走了 我打电话找我秘书进来 秘书那天请假 找财务村 村他去银行了 那我就把这一千三百块放在西装袋里面 因为这一千三百块钱收到放在西装袋里面 被这件事情折磨了有半个多月 回到家里换西装 这个钱逃出来 就写在燕客上明天又拿去交 那么等到公司一满了又忘记了 回到家里再换西装 又换了就是写在手上 你说什么时候去看巴掌啊 又忘记了就跟他争磨了一阵子 争磨到最后我们换了什么问题 刚好我们在北京招聘一个人到我那边去面试 想好喝个不喝个回去票都爆条 那么那个女的面试不喝个 那一张机票就没有 他说我奶奶这张机票 我一看八百块 我说对回去还有八百块 我记起来我考虑里头有一千三百块钱 拿出来换在桌面上 我考虑再拿三百块家具一千两百块钱拿回去 我把他一支人回去票撕了 这样的训练呢 我认为作为展美的训练自己 就可以像警察训练警告一样训练他 你绝对要做到不要去动脑筋 中国第一 那个世界第二 销量哈 你想做老大吗 我先坦证告诉你呢 如果按照销量呢 我们现在就已经在行业里面算是第一名了 就按理论了 富豪集团的理论相当于全世界做汽车玻璃公开数字能的组合 你觉得这个成功主要是在您的决策上呢 还是说底下你的专业人才上面 我认为刀友应该是这样成功成万国库 那我也很感激我的员工 员工他们都回彩妹妹去做 因为我呢 工作量太大 脾气也比较高了 在应该前面我在管理上呢 就比较武断 这个多多少少也会伤害管理钱 但是他们都不会跟我 我记得来说 我记得了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